Jun 哈喽 哈喽啊 远哥 嗨 四十雅 叔好 今天儿区儿煮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姐 嗨 我是美洋洋 今天请上了远哥跟四叔 今天尝一个正顶 就是比较特色 我做冬,因为我是正经人 接着咱去吃个特殊的品种 叫甲鱼锅 你帮我认一下这是什么豆 嗯嗯嗯 什么鹿 鲸 尖吧中间 鲸鲁锣 鲸鲁锣 这个鲸可以看出来 鲁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东间 底儿咋发现的呀 对,就是比较特色的小肉 可以啊 在里面 来来来 来来来 哪个? 这边 对,它这个还挺有特色的 它有这么多人的味道 看 你都难以想象 中央红条啊? 中央红条啊? 哦 这是中央红条 哇塞,这改造成分还挺大的 看一下那个价格 今天来的这家店是一个小农家院 这个墙上挂的照片都是老板与一些名人的合照 他那个时候好年轻啊 对,那时候还年轻了 我一直弄不明白驾鱼,王八,憋,龟 这是憋吧 憋和驾鱼 这个王八咬死嘴 这个可不能咬住了 找你的手呢 你远点 哎呀,我的妈呀 放下吧 它应该普通的就是这种 这下边那个是不是不太好 对,一个黄黑黑 哦,是差出来一半啊? 这要咬住了 剁手 剁什么手啊? 把他头剁了 剁头上去 对,一般的乌龟,他的老鼻子了 刚才听老板说的 他这个四个字《空高雅舍》是江坤给他提的 副严 你好 咱们一般称色就是黄金鸡炖甲鱼 黄金鸡是炖鸡是吗? 嗯,黄金鸡是炖鸡 它的那个啥呢? 那个汤是什么呀? 汤是菌汤是什么 就没有那个辣果 没有 咱们都是菌汤 就是喝人家这个汤 野生菌 就我单点辣活都没有 没有 行 那就点这个鸡嘛 对吧 咱们看咱们四位就适合吃一个 那个二三八那个黄金鸡 甲鸡那个套餐是吧 它里边有菌 它里面先看到了 蔬菜 它都打包在一起了 所以你点了这个 其实咱们也不用 快点别的了 是吧? 那就点这个吧 行吗? 好嘞 那就要这个霸王别姬 好的 这个炒菜 米洋菜还可以 你炒菜 咱们的凉菜都是半成米配菜 吃出来一下 是吧 咱们自己在选料里面 先走 先走 好嘞 它这个甲鱼有二斤的 有四斤的 我们今天家摄像人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单点了一个四斤的 就是我们刚才点了一个霸王别姬的套餐 里面有一只鸡 然后还有一个甲鱼 热切丸子 是热的 点一个野菜 你这热切丸子是热的 确定是热的 没热切丸子 就来一个热切丸子 三个 问了一下 不要这个做的 要三个 三个 帮我们上一个野菜 我又说是炖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不太多炖好了 几方过来就能吃 但是先喝汤 知道了 这边就喝了一碗汤 炖了汤 让它吃肉 这是跑山鸡 拌肉吃的时候,跟我对四年还差点劲 我们点了三个凉菜 老板看我们拍视频又送了一盘 甲鱼锅还需要等会儿,因为它连是现宰的 热切丸子,在我家里等个焖子 热切丸子 我刚才理解就是焖子 真的挺像焖子 因为要现宰先杀 所以尽量是提前定 提前一定 这样的话就是 让人等这么久 好的 谢谢 不咱俩人焖也巧得多啊 谢谢啊 它可能肉会比焖的多点 这也比我上次吃太好 好吃吧 好吃吧 嗯,好香 不由自主的,它也比较正常 它挺香 我自己能吃一盘 你知道 就是大锅煮,然后再放上淀粉什么的肉 然后放到塑料袋的盘里边 冲出来的 自己灌了 这鸡肉都做灌汤了 对,炒肉 对 灌出来的 这热的挺好吃 这叫什么菜? 不太甜 这个挺好吃 烧肉 看我脸上的烧肉 我偷偷吃了一个可香 可能是太饿了 吃点肉,你那么瘦 它蒸出来就是热 嗯 哇塞,终于来了 它是这样的锅呀 嗯,很喜欢锅 那它怎么热呀 下边有炉子 下边有炉子 下边有炉子是什么 黄金金正甲鱼 这怪不得是喝汤的 它这个锅也不一样 看 甲鱼 真不太会吃 热一下,开了锅的 没吃过 喝汤 就是长了20年 先喝汤,面不清 甲鱼 它这个就是咱们 那个壳就是直接这样 这边有那个裙边 裙边 这壳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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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上这儿能吃 甲鱼是能入药的 甲鱼是能入药的 你拿回去,然后搁锅 再煮煮了 这就会煮的 倒成沫 肉肯定是熟了 它就是菌汤 可香了,那个气 这甲鱼炖出酒可香 是吧 长这么大没看过甲鱼肉 哪个是甲鱼肉啊 啊,这是甲鱼肉 它碎了,都在底下了 在底下了 这是吗 这是甲鱼腿 甲鱼腿 它这个锅里边就是用菌汤 吊的菌汤 炖的鸡 还有甲鱼 再放上一些菌类 有竹孙 这应该是 我一会儿问老板这是什么锅 咱还认不清 枸旗 小枣 刚才远哥给上了一块啊 甲鱼腿 就这种 这种 你们看,这是甲鱼腿 甲鱼壳其实是能吃的 大家原谅我啊 在里边下巴了 你看看这 这有个边 这壳是能吃的 对,这儿不用吃 但是这个裙边是能吃的 那个顺便我腿长 你腿长我上身长 所以你看着就 是吧 做的可能是那种 腰肠 可以吃冬肉 拿一块很厚 不用烧 这有点反正 一会儿自己来 给我赶吃什么 我喝汤就行 这两块鸡肉 你送 Hong Kong 根治自己一块那个 哪个国家 甲鱼 这个汤确实发点黄 它应该是把鸡油全部熬出来 因为甲鱼也是黄上的 所以说上面飘的满满的小油花 混上去 鸡汤的味道比较凝硬 挺香啊 真香 这个砂锅炖出来的汤 砂锅炖汤好多 它这个汤炖的特别的浓 更大吃 再加上这个菌 有这种菌香的味儿 先买个鸡块,尝一尝 我们这一直在纠结这个甲鱼怎么下骨 特别能分享什么鸡肉 你不想吃吗 我们不穿上这嘴 特别香 四叔喝得怎么样 挺香 是吧,很香啊 但是油还是不大 对,它上面也没油,但是就不香 老板给你上了一个辣酱 这个是蘸着甲鱼肉还有鸡块 这个是喝汤的时候撒着小葱还有香菜 这个汤撒上香菜才好喝 一会儿放点香菜 这是个鸡块儿 你蘸着这个酱 好吃辣的昂 嗯,大薄昂 好一次历史性的一课 第一次吃甲鱼 蜡块儿 分不出来 它已经被分尸了 我这有一个 超开 嗯,对 所以这个黄呢 试试啊 再一点点 要不然 像什么口感呢 我感觉像是 有点像那个 牛蛙的 果冻的感觉 对 就特别筋 是吧 有点像牛蛙的 这个劲儿 它可能是肉连着筋 再加上它那个椒椒 埋着皮 特别 我喝了一口以后 就是很享受 特别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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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也没那么可怕 再来一块吧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就感觉跟吃果冻一样 这块蛋白肉 特别咸 像大肉皮 就是这块那个黄色 你看 很尽到 很像是 一种肉皮 倒是很香 哇 这个很烫 就是香 好吃的肉 是吧 这个甲鱼肉 就是好吃 是吧 四叔 你吃就怕了 其实在这地方吃 就是喝汤 像吃甜蛙肉 没有那么多的腿 它把这个肉皮会更多一点 所以让你觉得肉口以后 肉更多一点 这个是烧出来的 烧出来的 特别有嚼劲 对对对 去吃那一口 中边 来个书嘛 我们吃这个吧 我吃一块 我们吃这个 真能吃 那边不大 我吃吗 不用看了 没了 没了 就三块 拿走拿走 它一个皮怎么会三块呢 其实大大小小 我还是大小的 不应该 不要就是太香 辣辣辣酱 也不用酱 辣辣辣 就是一营养太大了 营养太大了 营养太大了 全是营严嫩的了 第一次觉得不知道如何下口 然后我属于一个观望者 我肯定 里边太香了 太香了 全都是精华 我吃的应该是芝士反对 对对 这是我说的 吃这个 太香了 你芝士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纯尖蘸的辣酱挺好吃的 如果单纯吃这个纯尖的话 就有点太香了 这不会是甲鱼这锅 它屁股肯定是被削掉了 口感就像是果冻的 你就感觉像是吃一种 布丁或者是 嗯,芝士 点上一份牛鞭 尝尝尝 吃多少好了 谁吃 之前没吃过这东西 这是牛宝 牛鞭煮好了 来一口 尝尝 来一口 你不经常吃腰的吗 对,就是说在女生里边能吃腰的 我先吃一会儿点一点 昨天不还点了个腰片呢 人家这一架子 买的怎么样 挺好 刚刚好 你这架卷了 这就是熟的啊 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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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饱了去的 熟的熟的热热,加的热烂 喝着这个牛鞭汤大煮腥腻 今天喝的这个甲鱼汤其实挺大煮的 一会儿呢,我们再上点白菜 再煮点杂面 我们已经吃完了 准备收拾一下 晚回早 先休息昂 吃 吃饱了 非得在饭后吵着启动这个话题 是吗 让你少吃点吧,下次啊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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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